好幾名師傅身穿防寒衣 站在海水裡 把握時間不斷堆石頭 過程中不斷有海浪打上來 持續進入冬天 加上東北季風時節 天冷不打緊 浪也一波一波打上來 現場負責指揮是國寶級石戶 修復師謝民壽 淒美的雙新石戶 因為雙新造型成為幸福愛情的象徵 每年都吸引許多遊客前來觀光 不過先前因為接連受到九月的海葵 還有十月的小犬颱風風雨侵襲 過去石戶的護腳形狀相當明顯 但如今卻是受損倒塌 受到澎湖縣政府委託 修復師謝民壽 帶著八名公班師傅一同前往修復 而他們只花了一天的時間 就把受損的護腳給修復完畢 所以我們的老師傅們 專程從北方的吉貝島 到南方的七美島 為雙新石戶進行修繕 石戶是一種利用潮汐射下陷阱的捕魚 而澎湖的石戶密度高 整個澎湖群島周邊就有將近六百座 但時間一久加上常年飽受風雨衝刷 護腳就容易被推倒 有崩落情形 現階段還是必須靠經驗豐富的老師傅 以人工的方式進行補強 還有維修 才能延長石戶的使用年限 近新聞邱淵寧臨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明文